瑞王 瑞王 皇后娘娘 想必是这条蛇 先咬上了孽昭仪之后 才咬上了瑞王 是以瑞王体内的毒并不深 方才微臣已替瑞王 用银针放血 大部分的毒血都已放出了 当务之急 是要把这碗解药喝下 这样才能驱除 身体里的余毒 杜若果然细心 杜之初的医术向来不外传 由你继承 也是太医术之福 这是微臣分内之事 奇怪 瑞王身上一个伤口都没有 这毒是如何进入身体的 瑞王知觉全无 无法吞咽 这可如何是好啊 这 要不 要不以口味药吧 这样瑞王或许能喝下去 这也是方法之一 德顺从小伺候瑞王 就让德顺来吧 不妥 从来就无太监与皇族亲近的道理 你这样 日后可能让瑞王 名誉受损 是德顺没考虑周全 可是眼下万分火急 我们还有别的办法吗 杜太医 这药是你开的 为药也迎你代劳吧 皇后娘娘 微臣哪敢碰瑞王的贵体啊 微臣是 是男人哪 杜太医 你是医者 治病救人要紧 不必顾虑太多 这 你为瑞王试药吧 你为瑞王 我说 我说 殿下 皇后娘娘 我们为何不用 替庙统领解读的冰蝉 为锐王解读啊 冰蝉 那冰蝉现在何处 一直收在锐王府 为何此时才想起来 还不快去拿来 诺 为何到此刻才说 我喝这儿 来 皇上一直在这儿 无双怎敢劳烦皇上喂药呢 还是让夏兰来吧 什么都别说了 赶紧把药吃了 赶快好起来 要不然朕会很不高兴的 我也让皇后去瑞王那边 把冰蝉拿过来 帮你解脱 谢谢皇上 胡说 你为朕受苦了 莫非 皇上已知放毒蛇之人是谁了 聪慧如你 朕想你应该猜得到了 那皇上打算怎么做 若是换成他人的话 也就好办 可偏偏是他 朕需谨慎思量 德妃身份尊贵 这关乎兰里两国的关系 且 我们北上远离再起 皇上自然是为难的 不论皇上打算如何发落 无双都明白 在这后宫中 只有无双能走进朕的心 知晓朕的心意 对朕来说 对朕来说 这就足够了 好 好 可遍 你好